大家好我是利蹦 今天來分享一點麻將的小技巧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釘下加技巧 釘下加算是前期比較好用 因為前期下加應該是不會拆複合搭 那後期的話因為會拆複合搭的關係 那釘下加的效果就沒這麼好了 然後釘下加我覺得是以 不要降低自己進贓機率的前提下來 釘會比較好 比如說你看到下加打三條 那輪到我的時候 我打三條我是一定可以釘到下加的 可是打三條就會降低我的進贓機率 那這種情況我覺得我還是打九餅 或是九萬或是九條會比較好 假設下加是打九餅的話 那反正這個九餅九萬還有九條 它的價值都一樣 那既然打九餅可以釘到它 那我就順便釘它這樣 然後你的下加它做連一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加強你的釘人力道了 對就是比如說它下加打的牌 你可以捧或是對加打的牌 你可以捧你都不捧 你就讓那個你的對加還有上加 它比較好抗衡 又或者是下加它打一個四萬 那輪到我的時候摸到一個六餅 那這時候就是我們的順值跟克值 可以不用拿去釘沒關係 可是其他的牌就可以把它釘死 比如說三四萬是我們最好的搭子嘛 我也把四萬拿去釘它 因為下加會連一連二 它的運氣目前一定是非常好 你如果不釘它的話 它有可能等一下連二字摸連三字摸 大家就會輸很慘 所以還是把它釘死會比較好 除非下一回合 你摸到七萬 然後你把六餅打掉 那你現在就一盡聽 那一盡聽的話就可以不用釘了 我們也可以來抗衡一下裝甲這樣 那如果沒有一盡聽就還是把裝甲釘爆這樣 那具體來說要怎麼釘呢 比如說下加它如果打四六萬 那其實就可以以四五六萬來釘它 它應該是不要這三張 下加如果打一萬的話就可以用一萬來釘它 然後它有可能是有一二四萬或是一三四萬 所以它才要打一萬 那你的二三五萬就盡量不要打給它 下加如果打二萬的話就可以用一二萬來釘它 然後因為它有可能手排是有二四五萬 那你的三六萬就盡量不要打給它 接下來可以以此類推 比如說下加打三萬 我們可以用一二三萬來釘它 然後四七萬就盡量不要打給它 下加打四萬代表它不要四三二萬 然後它一萬要的機率是減半 所以就可以用一二三四萬來釘它 然後五八萬就盡量不要打給它 下加如果打五柄的話 那一四六九柄就盡量不要打給它 就可以用這個模式來釘它這樣 你的上加如果很會釘下加的話 也有一些反制方法 比如說你的手排是一二四萬 那你可以打四萬 因為打四代表不要四三二 然後要一萬的機率減半 那它有可能等一下就打三萬給你吃了 然後這招也可以反過來用 比如說上加打一個四萬 那輪到你要拆搭的時候 你可以把一柄拆掉 因為比較大的機率 上加它如果等一下摸到三萬 那它也會餵給你吃這樣 那有空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麻將小技巧 謝謝 掰掰